林超英,对不起。 我知道你一直鼓励着我们要少点开冷气, 还有要接受天气热,觉得出汗是正常。 如果不是,冷气越开越冻,天气只会越来越热。 是的,我明白的,但是天天都去到成三十四五度,很难顶。 就算你说夜少少,收了个太阳, 有阵时都去到三十一二度, 就这样坐在房间里,开到风扇, 最行都会不惊不觉地出油, 跟着如果你动少少的话,就已经出汗了。 我已经很乖的了,洗凉冲冻水凉, 冲到整个身很干爽。 但是你夜晚坐回来,想着播一下剧呢, 那股的热气真是好恶顶的。 不说你不知道,我间房还要是西斜的。 试想一下,间房晒了一天, 去到夜晚,那些热气在个墙道供出来, 那种的闷热法真是好难搞。 这个时候,这只手就不自觉地会用冷气机的键, 轻轻按一下,嗯,凉风就来了。 但是我好听话的,我有响应环保的, 就是将温度调高一点, 之后再开风扇打匀一些冷气。 这个呢,是我可以做的极限了。 你说真是不开冷气, 就这样坐在一间西斜的房三十一二度, 真是随时会焗到云了。 到时,省回个小小冷气钱, 都未必够看医生了,对不对? 没办法了, 我都已经不说星期六日了, 有阵子如果没有出街的话, 去到四五点, 太阳准备收工, 开始进入西斜的时间。 在一间房里, 在做东西, 怎么办呢? 那种热法, 真是很难形容。 就好像你不想去晒太阳, 但是逼了你去晒太阳, 还要一晒, 晒几个小时。 所以在这里, 只好再次向林超英先生, 说一声不好意思。 记没了今无, 也不是私王, 大家好, 我是 热到就这样开风扇都顶不住, 怎么都要开回小小冷气的, 这信啊。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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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三发, 一眨眼就来到第38集, 其实数下手指, 借信二三赛已经陪伴大家起码有一年多的时间。 而又很快了, 来多几集就会进入年底, 很快就去到圣诞佳节, 希望到时的天气可以冷回一点就一流了。 其实我开始这个podcast, 在最开初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就很想做的了, 就是说希望成为大家的树洞,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就要讲回看完《花样年华》之后, 这部非常之艺术的电影, 去到最后一个镜头呢, 令我觉得, 哇, 不懂得形容那种感觉, 就是梁朝伟呢, 对着个树洞说了一段东西之后, 整套电影就结束了。 其实之后导演王家伟呢, 有解释过, 在柬埔寨的吴歌坟, 有一个地方, 可以埋葬人的一个秘密。 在一些其他的片段那里, 其实梁朝伟扮演的周先生呢, 是对着这个树洞说了很多的东西的, 在说完东西之后, 他甚至是拿起一些的泥, 将个树洞封起他。 所以, 我很希望借信二三色的节目, 除了大家单方面收听之外, 也都可以双向互动的, 更加希望成为大家的树洞。 你可以透过这个节目, 去讲一些可能日常生活讲不到的事情也好, 一些的秘密也好, 或者是一些故事的分享也好, 什么的题目, 借信二三色的树洞都无任欢迎的。 当中的故事就只有你知, 我知, 是不是很棒呢? 怎样可以将故事告诉我呢? 我已经开了个Google form的了, 那你在个连结那里就可以见到, 按进去之后, 写上你的名字, 有什么事情想分享,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可以的话, 下面有个投票, 都可以告诉我对于这个节目的意见,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环节, 保际王詹姆琴, 远岸事件宝, 还是诸多史实, 又或者是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呢? 都可以透过这个的表格告诉我。 在等我收集到不同的故事之后, 再看看用什么的方法, 和大家多一点的交流, 和大家的互动更加增强, 成为大家的朋友, 一个很愿意听你说话的朋友, 那就是我最理想的模式啦。 当然地, 这个节目的维系, 要继续讲下去, 都要很多得大家的支持的, 最好的办法一定就是课金support啦。 所以, 在香港的话, 我就开了payme, 同样地, 亦都是在个连结里, 有这个link的啦, 有qlcode又得, 或者是搜寻jackson talker, J-E-S-S-O-N-T-A-L-K-E-R 找完得到啦。 那如果不在香港, 又如何支持我呢? 就是透过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频道里面, 有三个超级功能, 包括超级感谢, 超级留言, 还有超级贴图。 按一下就可以直接支持我咯。 所以在这里, 要唱一下凤飞飞的歌。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的支持。 好, 再转回广东话啦。 讲完各种的support功能啦, 同样开设了个树洞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支持呀。 当然, 最紧要呢, 就是平时日常, 看完、听完, 都记得CLS。 而讲到现在给钱这么方便, 就一定要讲一下踩单车呀。 我印象中, 小时候呢, 最常踩单车的地点, 就一定是九龙城啦。 其实呢, 租完单车之后, 来来去去, 就是在个公园那里, 转来转去, 又上又下那样。 路线呢, 就差不多的了, 但可能人小呢, 就觉得个场地好大, 好像玩极都不够那样。 但之后当然大一点了, 就发现, 咦, 其实不是那么过瘾哦, 就和那些同学仔啦, 就去到套路港那边, 由大围租单车, 踩都入大埔, 之后好体力的呢, 就回程, 再回到大围才玩车, 这些呢, 就是我从小到大, 踩单车的经验啦, 其实都不算很多啊。 而我自己呢, 以前回商台的话呢, 其实距离就不算超级远, 这个路程可以用尴尬来形容, 踏车又不是, 行路又不是, 所以那时候呢, 其实有想过, 是不是可以买一辆单车, 直接踩上班呢? 当然后后, 这个就变了纯粹一个想法啦, 因为道路交通方面呢, 我查过的资料呢, 都不算是太可行的, 再加上当时呢, 其实很多的时间呢, 我都是返早的, 凌晨四五点要起床, 你有没有那么好精神去踩单车呢? 再加上当时可以cam的士钱哦, 难道是最踩单车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想法呢, 就没有实现到啦。 而去到近这一两年啦, 共享单车的盛行呢, 都令到我呢, 是download了其中的一两个app啦, 好快地嘟一嘟就租到个单车来踩, 但是价钱又不算好贵, 好似前一段时间呢, 我去拍shed up and walk的环节啦, 那个早上呢, 我是趁上班之前的时间, 就去到荃湾西, 去拍这个港版的千本了居, 在地图来看呢, 其实都不算说很远哦, 说行十凌分钟, 但发现每一次google map提供的时间呢, 我想要按回正常的行路速度呢, 起码要多一点五倍的时间的, 所以咦, 望着个时间, 去到拍完, 还要拍照, 再回去搭地铁上班呢, 时间好像有点稳稳的哦, 那在很快完成到这个拍摄的环节之后呢, 就四围找单车, 好彩都找到, 结果只是用了五分钟就踩到回地铁站啦, 上班当然就没迟到啦, save, 其实真是很方便一下, 多了这些的共享单车, 不过呢, 这个是近期的经验啦, 但对比以前刚刚出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呢, 单车的数量呢, 是真是少了很多, 以前是说城街随便都会见到一两格, 但是现在呢, 好像那天的经验啦, 其实都找了一段时间呢, 才是找到单车的, 所以你说到香港的单车文化算不算好友善呢? 我们就用个数据来说下, 好像德国的一间保险公司呢, 就发布过全球单车城市指数, 去审视各个大城市之间的单车普及律啦, 以及一些基础设施等等的, 那不用说啦, 欧洲一定是大赢家, 特别是荷兰, 这个基本上人人都有个单车的国家, 那而去到香港又怎样呢? 哇, 排名真的低啦, 去到第84名, 程度是跟印尼的阿加达同级, 那这个调查呢, 其实都算是包含了很多的范围的, 包括你说一些的天气因素啦, 气温呀, 雨量呀, 单车劲的长度呀, 共享单车的普及率呀, 踩单车的安全, 事故等等的各样去做个评分的, 那头十名来说, 九个都是欧洲城市, 德国呢, 在头十名更加是包办了三籍, 第一名, 就是来自荷兰的乌特勒兹, 其他的欧洲城市就有比利时呀, 丹麦呀, 瑞典呀, 这样, 而为一上榜的亚洲城市, 在这个头十名呢, 就是杭州哦, 那其他的比较高的亚洲城市, 就好像东京啦, 排二十四, 北京啦, 排三十八, 上海就五十一, 新加坡就五十二, 香港呢, 刚才就说过啦, 八十四名, 总共整个的排名呢, 只是得九十名的而已, 所以呢, 成绩就真是一般啦, 排名那么低, 当然各种的数据都不算很英俊的啦, 例如单车的使用率只有0.5%, 单车径呀, 或者道路的质量有34分的, 但讲讲第一名的有66分, 而单车铺呢, 每十万人有3.5个, 但是第一名的话是有146个, 共享单车呢, 香港其实都已经是多了啦, 但是呢, 分数都是得13分左右, 第一名是满分100分的, 那而各种的单车活动又怎样啊, 香港的评分是有1100几分, 排名最高呢, 第一名的话是有3400几分, 所以说总分计, 或者是各项的评分来说呢, 都是远远被抛离的, 所以香港的单车文化算不算有善呢? 这个报告就可以告诉你, 而其实香港的单车呢, 曾经是非常之那么盛行, 好像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呢, 都好常是踩单车的, 由主妇也好, 到学生歌也好, 到银食也好, 例如你会拿去送外卖, 送报纸, 送米, 最经典的就是送石油器, 对不对? 而这架的老牌单车呢, 就算大家没踩过, 都是很有印象的, 那去到现在来说, 交通这么方便, 踩单车可不可以成为代步的工具呢? 不知是否因为始终地方不算很大, 真是拿来当代步来说, 又好像不算是作用太大, 又或者是说, 整个的社区规划呢, 都不算是很重视单车作为代步工具的角色来的, 市区又更加不用说了, 基本上就不可以踩单车那样的了, 那你说去到新界也好, 一些的新市镇也好, 虽然都有单车径, 但是呢, 很多的单车径都不算很完整啦, 甚至看新闻, 见过一条极窄的单车径, 又或者是极短距离的单车径, 真是有种为起而起的感觉, 所以就令到香港的单车定位 就变成是休闲或者是运动的作用, 而且交通条例里面, 单车是不纳入正式的交通工具的, 所以要推动单车友善的政策 真是漫漫长路啊, 根据一些的数据, 香港人去踩单车, 其实在注意安全方面都要有待加强的, 很多时呢, 外国就规定一定要戴头盔才可以踩单车, 但香港基本上就很少了, 甚至过马路有时是挺危险的, 正常的做法当然就是不要踩, 下车要推车过马路, 但有些人就硬是不听话, 直接是踩单车过马路, 所以意外上都算多少, 有成1100几宗, 而在外国很流行的, 不是将单车当成跛脚这样用的, 其实我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候, 都曾经用过这种方法, 都真的挺好的, 始终外国地方大了, 不是个个都住得那么近地铁, 巴士啊, 而且那时去到又未能链车, 那怎样令到自己四围去可以方便一些呢? 就是单车了, 拿来搏脚, 由家出发, 踩到去最近的地铁站, 单车放在一边, 再去转成其他的交通工具, 都真的很方便, 也都很环保一下, 但香港来说, 如果住远少少的朋友, 都是拿单车来做搏脚之用, 那单车的使用率, 或者实用的程度, 就真的高很多了, 而这一个, 亦都是共享单车存在的价值, 在这几年, 共享单车不是曾经很hit的, 除了你说公共的单车, 即是西九那边, 私营的话, 都曾经有成三、四间的公司去竞争, 在这个新界地区, 去到近年来说, 单车的数量就少了很多, 不少的公司都相计是结业, 好像Hopper Bike的创办人宋燕邦就说, 高峰时候, 他们的公司有成三千八百几架的单车, 但是他就没有想到, 香港市民违拍单车的问题是那么严重, 每次违拍之后, 政府都是充公的单车, 根本他们就说, 收拾车都收拾不及, 所以令到他们每个位置的单车都是被充公了, 但是当局又没有相关的机制, 去协助营办商拿回被充公的单车, 所以令到公司的管理是很吃力, 而另一家公司Local Bike的创办人程俊豪就说, 由成立至今, 已经有成千几架的单车就被损坏或者被私有化了, 损失了超过一百万, 而且他说到单车的维修成本是占了公司的五成盈利那么多, 再加上政府是大力打击违拍的行为, 他们有什么可以做呢? 就是为免单车被充公, 在特设了一个二十人的巡逻队, 每一个人每一日去到每一区将一些违拍单车放回去指定的位置, 而他更加就说到元朗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试过放三百至四百架单车去到元朗, 一个星期就被人偷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守些规矩, 如果不是呢, 收拾一下一间, 收拾一下又一间, 香港的共享单车就会fail的了, 我虽然不是新界人, 但是偶尔去新界, 随心地踩一单车, 都真是很舒服的, 好希望香港的共享单车可以扭转这个的颓势, 越做越好, 这个就要靠大家的公德心也好, 还有不要私有化些单车也好, 令到香港的单车友善程度越来越高, 踩多些单车, 人又健康些, 又环保些, 是不是很符合现在的标准呢? 所以敬请各位, 爱惜每一架单车啊! 冤有头晒买买买 冤安事件报 虽然现在只是九月份的时间, 没算说很秋凉, 但我相信很多的香港人跟我一样, 天气凉了一点都喜欢去行山的, 而西贡更加是行山的热点, 而讲到西贡, 有一宗的沿岸一直都是围绕着行山界, 引来很多的疑问, 更加有一些夸张的说法, 会用西贡结界来形容这宗的案件, 结界本身是佛教的用语, 原意是画定的区域或者范围, 但之后就会将它衍生, 借用为描述类似伯木达三角的神秘空间, 那如果你进入结界之内, 是会分不清东南西北, 行来行去都只是回到原地, 永远都在同一个的位置, 而界外的人也都看不到它。 在西贡出现结界这个都市传说, 其实都讲了很多年, 甚至可以用年经来形容。 而事实上, 在西贡又真的发生过几宗 行山人士的失踪事件, 今天为你带来的这宗, 算是最轰动的一宗, 就是丁丽华失踪案。 在2005年的9月11日, 下午1点左右, 有一个男人打999报警求助, 说自己在西贡行山的时候荡失路, 但由于电话的讯号不清晰, 接听的人员断断续续跟这个男人 聊了7分钟, 都听不清楚这个男人身处的位置, 最后电话讯号中断, 但根据这个男人的零岁资料, 估计他身处的位置 是西贡郊野公园北潭冲附近。 警方追查这个电话号码之后, 得知机主是47岁的 反黑组探员丁丽华。 他住在香港仔, 趁着休息的时间, 一个人去到西贡 北潭冲郊野公园行山。 中间疑似是荡失路, 而由于失踪的丁丽华是资深探员, 所以警方都很紧张, 怀疑他仍然是身怀佩昌。 之后经调查, 就发现他较早前已经将佩昌交还窗房。 为什么一宗失踪案件会轮到西贡结界呢? 这个说法是在案件发生之后兴起的, 因为当时的网民就认为丁丽华 可能是被困在结界。 他打出来的那通求救电话, 全场7分钟的对话内容都是匪夷所思。 首先,丁丽华说了很多无厘头, 令人理解不了的数字, 而且他说话的语气是很心急, 好像被一些东西追紧那样。 当时接线生是劝丁丽华停下脚步, 但是丁丽华并没有理会, 就是说自己顶不顺, 相当辛苦。 而更加令人奇怪的是, 在临秀线之前, 他是突然间叫救命的。 为什么叫救命呢? 至今仍然是一个迷团。 而网上有流传过这段的录音, 但其实这个录音只是声音重演, 并不是当时真实的录音。 而真实的录音从来都没有公开过, 所以大家在网上听到的版本, 只是当年的人幅述整合出来而已。 这段录音大约是说了些什么呢? 首先,丁丽华就说自己是在西贡586, 在行山的过程挡失了路, 位置在487040, 487020。 而问到他是不是在房子行山人士走失, 每格500公尺所设立的标柱的时候, 上面应该有编号和数字座标。 问回丁丽华可不可以提供数字的时候, 丁丽华听完, 就是说, 是什么柱啊? 似乎是没有听到杰先生所说的柱。 更加奇怪的是, 丁丽华在录音中讲出的地理位置 和实际位置似乎是有点偏差, 因为他一开始说自己在西贡586, 但编号586的标几柱 是位于迪士尼公园西南側的大凤凰境上面, 根本就不在西贡那里。 只有杰先生再三询问, 确认了丁丽华的确是在西贡那里, 但是对方再一次说没有看到路上的柱。 更加诡异地说, 可能是他读错了密码, 令到接线的人员是一头没水。 之后杰先生继续问是不是要叫白车啊? 丁丽华就说要啊要啊, 但是过了不久, 就听到丁丽华叫了三声救命, 信号就是这样断了。 而盛哥的过程, 丁丽华都没有表明他的身份的。 之后警方很迅速, 联同消防署、民安队、 渔户署、 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 合共超过200人, 在西贡郊野公园进行海陆空大搜查, 但是找到他深夜都没有发现。 而由于事前, 丁丽华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曾经叫过救命, 所以当时警方不排除他可能遇到意外, 而且警方是非常重视这宗失踪案, 搜寻的行动是持续通宵进行。 接着, 有一个人物出现, 就是西湾村村长兼士多老板就说, 丁丽华在失踪之前, 曾经在西湾村的一个士多借电话, 当时士多有十几个顾客, 其中几个都不是熟客, 警方也追寻了这班人士的身份, 担心丁丽华是被人跟踪, 趁着他体力不知的时候, 而当时负责这宗案件的指挥官就说, 西贡交野公园面积大约6,000公顷, 最高的山峰达到500公尺, 而搜寻虽然是困难, 但警方不会放弃。 随后警方更加在 北潭冲交野公园的入口设立联络站, 呼吁行山人士协助搜索, 搜索队之后就在西湾村沿着线索, 向盐田方向进行搜索, 在经过大浪村去到赤径, 期间在大蚊山据到一对鞋, 但是未能够确定是否属于丁丽华, 之后再经过五个小时的搜索, 都是没有发现。 也随着时间过去, 大家认为的最佳搜索时机都过了, 件事是不是慢慢雕淡的时候? 其实当时, 有一队由热心人士组成的交野义务搜索队 是有继续去做搜寻。 这队的搜索队, 简称CVST, 是由一帮富有行山经验的 民间志愿搜索队去组成, 核心成员有三四十个人左右, 通常是在大规模搜索中止之后, 才会接手跟进案件。 这队搜索队的核心人物, 就是退休的高级警员林剑江。 他当差28年, 具备丰富的山野搜索和追踪经验, 但是CVST多次去到西贡沿山境去搜索, 丁丽华都是了无音信。 及后, 有很多的人, 由丁丽华的家人所提供的资料, 包括丁丽华本人, 录制的十几只CD和电脑里面的相片, 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例如, 先要讲讲的就是丁丽华的野外经验和作风。 在丁丽华的家里, 找不到任何的旅游书籍和地图。 他的女朋友就曾经见他 使用过书局发售的郊野地图。 而在他的CD那里, 就显示由04年的11月7日, 去到05年的1月23日这两个半月, 他一共是行了16次山。 而相片的时间和距离显示, 他主要是行些很阔的山路和石屎路, 而行程来说都是大约2个小时去到5个小时左右。 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走。 路线都是没有重复过的, 遍布港狗新界。 而行山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拍照。 在一部买回来的相机里面, 可以看到里面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风景照, 但是他就从来都没有合照。 而在电脑之中, 我的最爱的folder就显示了三个的郊野网站。 最近的显示记录就曾经显示 看过这三个的郊野网站。 但相信他在这些网站那里找资料, 但是很少会跟着这些路线走。 而每次行完山之后, 他都会在5点多钟回到家, 是跟他母亲吃饭的。 所以可以得知, 他的野外经验不算丰富, 全部都是选择一些郊野径 或者明显的路线, 也都不算是一个喜欢爆林的行山友。 而正常当一个人迷路的时候, 一定会说得出最后的位置是在哪里。 而丁丽华很肯定自己是由北潭冲出发, 走了两个小时迷路而求救。 但是在报警的7分钟对话那里, 就没办法说出其他地名, 所以相信他出发之后, 没经过过其他他曾经走过的地方。 而在电话之中被问到他的位置, 他没即时说出487040、487020的? 如果不是看着读, 或者事前准备好说出来, 当被问到这个标凯柱的时候, 他的语气是显示得很慌张, 还反问是什么柱。 如果真的有见到柱的时候, 正常都会形容一下面前的柱和数字的情况给对方听, 而并不是单单说过数字出来。 所以感觉到的是, 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出现过标凯柱。 更加要留意的是, 他从来都没有提过标凯柱这件事。 而在电话之中, 没问到他需不需要叫白车的, 他说到要。 很明显的就是接听这个电话之前, 他是一直这样走着, 所以打通电话之后, 是气喘得很紧要。 而且在电话那里, 他是很焦急和紧张, 甚至是叫救命的, 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无助, 紧张和烦躁, 导致生理上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所以才叫出了救命 去宣洩当时的情绪。 虽然作出了这么多的分析, 但是时间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宗案件仍然是什么都找不到。 所以, 去到后期, 更加加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 就例如, 开头讲过的西贡结界, 又或者是, 丁丽华可能是喜欢爆临的行山人士, 走的路径完全是没有人走过。 走到最后, 可能因为中暑, 而出现轻微的幻听幻觉。 所以在电话录音那里, 才会产生混乱, 最后失踪, 甚至在森林里失救而死。 但当然, 这些只是网民的猜测。 说了这么多神秘的色彩, 在理性方面, 其实有一宗的报道都很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是三届艺行者冠军陈国强KK, 他在接受香港01专访的时候, 都有提及到这宗案件。 他自己本身就驻守西贡消防局, 也是非常擅长山野搜救, 很熟悉西贡整个的郊野环境。 他说到在05年的时候, 他都有份进行这一次的搜救行动。 KK就说到这宗案件在香港开埠以来 用得最多人力、物力去做的失踪个案, 但他就说一定没得找, 就算以他高山拯救搜索得心应手出名来说, 都是说没得找。 他就曾经看过电话供应商提供的记录, 知道了丁丽华报警的时候所身处的位置, 也都了解了警方、消防和飞行服务队 搜索过的地方, 再根据他多年搜索的经验, 最后得出的答案就认为这宗是毛头公案。 他更加很肯定地说, 他只要一上山就知道有没有人走过, 如果有人走过, 那些草会断,会顺着方向断, 看看地上有没有一些泥印, 新不新鲜, 或者蜘蛛网有没有断过等等。 所以,他对自己行山, 甚至是搜索的经验, 都是很有信心的。 而有人就担心, 丁丽华其实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死了, 甚至是被野狗吃了呢? KK就断言说, 没可能, 因为他认为一个人死后的臭味, 一阵风吹起来, 是绝对会闻得到, 而且西贡很少会有野狗走上山。 加上丝臭味是很明显, 所以他认为是没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丁丽华究竟发生什么事, 他去了什么地方呢? KK再一次断言说, 这一宗是无头公案。 好了, 今天借信二三事进入尾声, 循例上都要做个呼吁, 首先是课金支持, 让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更加重要的是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所有传送们, 在资讯栏看得到, 多谢了。 在微星, 特别有个问题给各位喜欢行山的人士, 如果行山的时候真是荡失路的话, 切记, 不要向下行, 虽然有不少人就认为, 行山荡失路向下行找水源, 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沿着溪间去行, 更加大机会会遇到瀑布或者懸崖峭壁, 只会令到你的处境更加危险。 所以当我们行山荡失路的时候, 最正确的做法是留在原地, 或者去到附近较空旷的地方, 令到搜救人员可以更加容易找到你之余, 也都有更加大的机会, 令到你的手机收到信号, 方便向外界求救。 所以各位, 去行山的时候都要特别留神。 我们隔一个星期, 下个再下个星期三晚九点钟见, 再。